嘿,大家好,我是虎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猛虎影像 今天的视频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这个洋葱工厂的桌面小滑轨 电动的 最近升级了一个电动的模块 是这样的 这个视频已经是我第二次的录制了 昨天我在户外录制视频的时候 错误的顾虑了风 对收音的效果的一个影响 导致我昨天录制的视频 那个素材用不了 这里给大家一些建议 有的时候我们在户外录制视频的时候 可能是很小的一些风声 都会影响到一个收音效果 我当时觉得还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风的声音不是太大 但是还是导致那个素材没有办法用 好,我们来讲这个洋葱工厂的 桌面电动小滑轨 如果看过我早期视频的朋友 我的第一个评测视频 就是评测的洋葱工厂的桌面滑轨 当时我是自己购买了一个这样的小滑轨 想拍到一个很顺滑的画面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开始想要去 来做自媒体 做一些产品评测的视频的时候 我就对这款产品做了一个评测 总体上来说 它的一个功能对得起的当时的价格 价格是很便宜的 我记得当时我对这个产品的一个评测 是这样的 虽然说它一个设计上的双层的设计 可以在一个三脚架上滑动的时候 提高了它的整个一个滑动形成 是有一个两倍的滑距 但是当时我记得它的一个手动 阻尼的感觉是不均匀的 但是那个价格毕竟是那么的便宜 那是我的第一个评测视频 后来大概是在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收到了洋葱工厂的这边的一个通知 就是说只要是购买这个滑跪 它可以通过70块钱还是免费 我具体我忘了 升级到一个液压阻尼 后来我就去寄给那边 然后他们给做了一个升级 升级之后我发现阻尼的感觉 实在是非常的顺滑 感觉也非常的好 当时我就觉得洋葱工厂这个厂家挺靠谱的 卖了产品 是专注于在做一些产品的 而不是说有的一些产品生产出来 然后卖完之后就不管这个消费者 前一段时间在洋葱工厂这边就联系到我 说这个桌面滑轨 可以通过加一个电动模块 然后把它升级成一种电动滑轨 问我感不感兴趣 当时毕竟这算是一个产品不断更新迭代的一个过程 我当然是比较感兴趣了 更重要的是 我是不用再花钱 然后再去购买这样一个模块给大家来做评测 讲到这里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一路来的支持 在这一年我刚开始买一些产品的时候 是需要自己来花钱购买的 后来因为我的频道做的时间越来越久 然后大家对我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拿到厂家的一些产品 我来做一些评测 好我们继续讲这个滑轨 这个电动模块 它就是可以通过把它安装在这个上面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电动的移动效果 有点像我之前看到的那个IDUK1的产品 但是它整个一体性非常的高 整个效果也看起来非常的炫酷 但是价格是有点贵 这个滑轨加上这个模块 模块单独买的话是要900多 滑轨大概是在400多 如果是组合在一起的话 大概就是在1500块钱左右 那如果你是有之前的这个桌面小滑轨的话 你就可以单独的买这个电动模块升级一下 如果你是没有的话 你是可以买整个一套的 这个先讲一下吧 首先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 整体上来说吧 还算小巧 那我可以也可以把这个放在我的这个背包里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模块的升级也非常的简单 是有这种相关的升级教程的视频的 大家只需要把之前的那个手动的 模块给卸下来 然后把这个给装上去 大家在装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在这个地方 这个皮带一定是要装紧的 装紧的话 那这个地方这个电动滑块和这个滑轨之间 是有一定的缝隙的 这样的话才会让这个皮带是绷得更紧的 如果没有这个缝隙的话 你就需要再调整一下 把这个装好 如果你没有装好的话 会造成爬坡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把这个给组装好以后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电动滑轨 那这个它是通过这样几种供电方式 首先是这里面有个FW50的电池 就是我现在用来拍摄视频的 Alpha 6400 6300 6000都用的 这个索尼的FW50电池 直接用那个电池卡上去 它就可以启动了 但是它没有一个开关机的按钮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昨天在拍完的时候 我就直接带着电池放到包里面 那这样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我就会不知道时间久了 会不会把这个电池然后就没有电了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通过上面的这样一个孔 搭载这个它提供的一个转接 USB的一个转接线 可以提供一个充电宝的拍摄 就是可以让它持续不间断的来拍摄 那这个效果 那这一点也是之前 大家如果用过洋葱工厂的水雕滑轨的话 那也都知道 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 那另外呢 这个地方的小孔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拍照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拍照的图标 它是一个快门连接线 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相机上 那再拍摄一种延时模式来使用的 如何来启动这个滑轨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在需要下载一个巧克力电动滑轨的一个APP 来进行一个操作 那讲到这个APP呢 我提一点建议啊 因为我之前也用过洋葱工厂的这个薯条滑轨 它们的APP是另外一个APP 然后这次巧克力又是单独的另外一个APP 我其实已经有洋葱工厂的一个三个APP了 我建议如果以后可能的话 洋葱工厂可以把它的这些产品的一个APP 集中到一个APP里面 我觉得会用起来比较方便 好 我们继续讲 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电池装上通电之后 然后再把手机的APP连接上之后 就可以通过手机来操纵它来进行拍摄 拍摄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拍摄视频 一种就是拍摄延时摄影 延时照片 这种延时照片呢 其实也很简单 只需要把这个相机的线然后连接在这个上面 然后就可以在设定好一个拍摄延时的参数之后 就可以进行一个照片的拍摄了 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整个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关键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在这里给大家来讲一下 我当时买就是想着如果我通过这个可以拍出来很多这种平滑的移动的镜头 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你的行程太短的话 再加上如果你用的是广角镜头的话 会导致你的整个移动非常不明显 那在这里呢有一个两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用广角的话 在这种行程移动非常短的情况下 那你就需要在前景啊 加上一个这样的参照物 这样的话 你在移动的时候 因为前景距离非常的近 就可以看到那种移动的画面 或者是呢 这种呢 我觉得是更适合在拍摄一些这种 用中长焦的镜头来拍摄一些小景这种画面 能更加明显的看到这种移动的顺滑的画面 如果你单单是用一个桌面小滑轨 想拍出来那种大范围的那种移动延时的效果 是比较难的 另外呢 你其实如果拍4K的话 你实际上也可以借助滑轨 实现一些很多的这种移动延时的效果 我觉得也非常的棒 或者照片的话 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处理空间 好 那这个就是我对这款滑轨的个人的一个使用感受吧 说实话 我拿到它的时间也不久 也没有拍摄 拍摄特别多的这个延时的视频给大家看 但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朋友的话 那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巧 比较便携 而且它有一个电动模块的话 那这个是大大的增加了你的拍摄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棒 OK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投币评论点赞 如果你喜欢虎哥的本人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